快要過年了 受到物價上漲和通膨等影響 讓許多基層民眾可能更加弱勢 七堵慶濟宮連續地 33年舉辦寒冬送暖活動 由廟方以及石方善信大德 一起展現愛心 購買、製政大約 300份包括白米、醬油、米粉等各種生活物資 記住300個弱勢家戶和民眾 本宮都一直花送寒冬送暖的物資 我每年都準備300份 給這些需要的人 我們透過警政單位 透過學校 透過委員 有需要的 真的會在 真的很辛苦 除了一些真正的需要以外 我們都是在用心 真的給需要的人 不是說一般隨便要就給他 所以我們辦這個是 大家委員 今天委員跟義工 全部一起來幫忙協助 我們每年都來辦這個活動 我們委員會有提拨一大款項以外 我們來自地方社會 就有愛心的一起捐獻給本宮 一起來做這個善事 非常感謝這些默默的幫助的社會各界人士 謝謝他們 另外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上升的趨勢 慶濟公特立在廟城挪出位置 協助作為基隆市衛生局辦理新冠肺炎疫苗注射地點 由新昆明醫院醫護團隊負負責幫民眾評估接種疫苗 也獲得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和衛生局長張賢正的肯定和感謝 非常謝謝我們慶濟公全體委員包括我們柯主委 他們就是從早聽說早上五點都開始忙到現在了 那也謝謝我們今天基隆市政府衛生局也到這邊打這個新冠疫苗 那秋玉在這邊代表我們基隆市的鄉親 感謝我們這個衛生局也是一大早就來到這個我們慶濟公這邊來服務我們鄉親 真的我們基隆市政府這些公務員真的很辛苦 常常有一些活動都要七早八早就出門了 所以我真的在這邊要告訴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我們基隆市這些公部門真的蠻辛苦的 我們也要給他鼓勵肯定 那謝謝我們慶濟公今天發放這個物資 也代表基隆市鄉親 謝謝我們慶濟公 謝謝 每一個場次都非常的踴躍 我們市民朋友有感受到我們周邊很多人的 那個呼吸道傳染病已經有又變多 其他縣市都開始有一些 因為沒有打最後這個新的XBB新的變種的疫苗 開始有一些重症跟死亡 那基隆有一些零星的這樣子重症的案例 那當然剛才我們講到說長輩風險比較高 但是其實不是只有長輩喔 如果只有長輩打這個新的XBB疫苗 那個群體的保護效果會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幾歲只要六個月以上都可以來打這個新的 應該請你走 這個時間 因為召喚風鬥